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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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我們先來看這裡 這個如果你看不準 那沒辦法做 因為你會覺得會一直往下滑動 這個就像這個一樣 因為疊下來你就認為會崩盤 漲上去你認為就會到十萬點 就是看圖收故事 這漲上去就認為會到二十萬點 跌下去你認為會跌到五千點 因為你看到跌你就認為明天後天會一直跌 你看到漲就認為明天後天會一直漲 這意氣用事 這不是基礎分析 這是情緒 我昨天不是有講過嗎 我說我們這個盤要看它止跌 一定要看這一檔股票 因為這檔股票是可以允許到一千塊 到季線 可以允許 所謂可以允許就不是說一定 只是說如果跌到一千塊沒事 OK 那看它要不要跌到一千塊 看它要不要啊 不是我決定的啊 大盤還 大盤就跌到季線嘛 昨天就到季線不是嗎 昨天才講過嘛 季線向上嘛 箭頭上嘛 季線往上多方式啊 買點啊 這兩次都是一樣的啊 這個昨天的位置跟這裡的位置是一樣的 你看大盤跌到的上升季線 台積電沒有啊 台積電是不是沒有 那為什麼要允許台積電可以跌到一千塊 如果台積電跌到一千塊 假設從昨天 我現在是講的是假設喔 台積電如果說一零二零跌到一千 就是平這裡嘛 到季線 那就二十塊就一百六十點 那大盤至少還要跌三百點 最少喔 那就會到這裡 就會測這個低點 對不對 就測這個低點嘛 就有可能測這個低點嘛 這個是昨天講的喔 這個是假設 昨天講的對不對 那是不是一定會來 一定會這樣 如果一定我就跟你講一定啊 我是說可以允許它跌到 台積電可以跌到一千塊 大盤指數可以跌到二二二三一點 可以允許喔 甚至更低都沒有關係 都不會破壞 我講的是都不會破壞它的趨勢線 為什麼不會破壞 你看這裡就好 你注意看 這個禮拜是扣底這一根 這一根是多少點 二二一五八 我昨天才講嘛 就是可以允許跌到二二一五八 那如果從昨天的收盤價來講 那如果從昨天的收盤價來講 可以允許跌到二二二一五八 如果昨天來講對不對 可以允許它跌三四百點下去 昨天收盤價用這裡好了 大概三百多點 可以允許 可以允許 那現在呢 現在要不要改變 改變講法 當然要啊 因為 台積電昨天的夜盤 就收盤之後五點多開始開了夜盤 它最低是一千零五塊 是不是最低一千零五塊 收盤價是一零二五啊 昨天收盤價是一零二五 最低是一零二零啊 結果夜盤最低跌到一零零五 是不是啊 是不是跌到一零零五 那收盤是一零二五 所以它中間晃動了二十塊 所以是不是昨天的 起貨指示夜盤 是不是曾經一度大跌 那就是要 就是因為看美國怎麼測試啊 因為是跟著美國走的啊 那如果美國股市是開低走高啊 結果期貨的夜盤變成平盤 那平盤今天開盤會不會開低 台積電今天開盤會不會測試一零零五 那是不可能啊 因為昨天已經測試啊 昨天夜盤已經先跑了 那是期貨啊 對不對 所以今天台積電直接開平高嘛 它開盤就沒有低點了嘛 就沒有再測試低點了嘛 開盤就開1030了 那為什麼要講台積電 台積電開1035就是漲五塊 五塊很多了就是四十點 這表示今天不會有低點啊 這表示今天不會有低點啊 假設今天不會有低點啊 今天不會有低點 不用再測試低點 也不用測試昨天低點1020啊 不用啊 所以台積電你可以 現在已經是幾乎是已經可以 也不敢說百分之一百確定 因為它成交量實在是不多啦 我也不敢一定要這樣講 可是它價格上真的是反轉出去了 那它量價它這個沒有 這必須要補啊 明天必須要補出來 補量出來 它成交量才兩萬多張而已啊 它有點類似像防守盤 還沒有攻擊嘛 那今天攻擊的股票都是 昨天大跌的股票 都是中小型股啊 居多啦 大部分都中小型股 甚至連鴻海廣達 今天也都盤中都還有低點 對不對 這個全值股啊 只有連發哥 走勢比較好一點啊 對不對 那其他當然都是中小型股啊 就不在最初 像這種中小型股啊 我今天不是有貼 在TG有貼的這一檔嗎 那這支不很好算的 你拐點有賣掉 多點就不會賣了 上禮拜五站前半 昨天開高走 你今天又漲停 這就是標準的散熱啊 對不對 因為我告訴你 像這種在整理啊 當然這檔股票 最近有受到美超微的影響 像這種股票在整理嘛 這不是標準的散熱股票嗎 那整理之後 他在走強的時候整理 這檔股票在跌嘛 那他們整理的時候換他漲 常常這樣子啊 高利常常就這樣 高利那股性比較活潑嘛 他經常都這樣 別人跌他就漲 別人漲他就不漲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很好賺啊 你這低檔買的話 這個很好買耶 是不是很好買 你不要買這裡就好 就好像說鴻海 你不要去買這裡就好 你不要去摸摸這裡就好 廣達你不要去買這裡就好 因素類股也蠻紅的嘛 長榮嘛 以長榮為首嘛 長榮就要一直漲 慢慢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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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漲慢慢漲 那我講過長榮陽明萬海 你如果不知道要買哪一檔 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要買哪一檔 當然長榮是最好啦 你如果有操作廣告陽明這個沒有意見啦 但是我是覺得這檔是最好 所以價格最高 就是最好當然是價格最高 你都不知道要買哪一檔 我又說你買這檔嘛 這也是漲啊 我們有帶會員去第一檔這邊買 多少檔啦 賺不多啦 這個啊 我沒跟你講過了 這第一大全值就是長榮 這裡面的成分股 00960的第一大全值股就是長榮 還有國際的航商 你不是很喜歡ETF 你不是很喜歡這個 不是大家很喜歡這個 ETF 這個掛牌這個時間 現在4月1號國外牌嘛 現在已經11月了嘛 7個月了嘛 這樣嘛 那不是很厲害 那你說投資這個 連貨報酬率8% 那大家都領個柴葉蛋 那本的利息都沒有幾十塊錢 那你是在反應嗎 你以前這檔股票 元大只有頂零940 那時候 一發行的時候1700多億耶 1750幾億耶 元大投信馬上撈了5億 所需費 管理費 經理費 收集費 大概千文字3.5% 他們都規定都是這樣 千文字3.5% 規模過大 所以一撈起來就5億耶 何談齁 請那個網紅 在那外賣的 年我報酬率 你投資200萬 一個月領5 你說我哥領5 領我看看 那東西有穩的嗎 就好像很多人買那個債券 穩賺的 哪有什麼東西是穩的 什麼東西是穩的 我問你 如果什麼東西是 有什麼東西 資本市場什麼東西是穩賺 不會賠 那就沒有人要定存了啦 我可以跟你講 因為定存才1.多% 你穩賺不賠 那為什麼不投資股票呢 為什麼不投資債券呢 沒有東西是穩賺不賠的 沒有那種東西啦 沒有那種東西啦 你當然 你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就當做不知道了啦 你看這個 賠儀半補啊 還是要領兩個財业 待會懷疑到 鬆到這樣 一頂就分不分 幾十塊錢 每個月都領利息 每個月都領利息 你投資股票是要領利息的喔 你怎麼投資股票 是要賺的錢再砸下去 你怎麼都要領出來開錢呢 那你直接投資什麼東西 投資股票 你領利息什麼東西 你領出來花掉 為什麼領出來花掉呢 你這樣投入啊 你不是要定存定額 要長期投資怎麼會領出來呢 不是很奇怪嗎 矛盾耶 對我來講那真的很矛盾耶 你說老師 很多機構法人都是去買台積電來 來除息什麼買那個 人家下去都好幾百億幾千億了 人家是機構法人耶 是機構法人耶 在玩的耶 你幾十萬元幾百萬元 你給人領利息 你那幾十塊元 你是要抗議什麼 你知道我意思嗎 不然為什麼有些人是定存定額 定存定額就是每個月提撥多少錢 放進去 就是存錢啊 是不是就是存錢 那你存錢都來不及還把它領出來 這奇怪咧 那不是很奇怪嗎 矛盾嘛 所以 這張就有人要倒資啊 這張又沒有人要買 我買這也比較贏 我親菜買的親菜坦啊 親菜買親菜坦啊 這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這個叫ETF 這檔也是ETF啊 是野村啊 那全球航運啊 龍頭呢 全球航運龍頭 台灣的龍頭是誰 長龍嘛 那你知道嗎 多少錢嘛 猛賺啦 那種ETF 我有一些會員也喜歡買 叫做多少猛賣 猛賣啊 像這個債券對不對 我也不是批評啦 像我有一些會員想要買債券 我說 親菜啦 猛賣啊 但是你不要期待太高啦 這賺不了啦 這個價格不錯嘛 你總比買這裡好吧 這個有跌下來嘛 是不是價格不錯 你不要保守的 投資朋友你如果看我的節目 很多觀眾 你不要把它保守 或是小資助 資金不是很多 我剛剛講這兩檔ETF 你可以參考啊 但是台幼給你賣參考 那中國那些ETF 那記憶怪怪你賣賣 那是差的 我跟你說 真的中國的經濟是 都是衰退的 你不要開玩笑 要做台灣就好了 我們說這個啦 好不好 那你說今天大盤跌漲上來 因為它少一個成交量 沒有帶上來 那我認為是 今天啊 今天你可以把它解讀為什麼 回測季線 測試成功啦 昨天是到季線 今天就直接開高嘛 那你說老師明天要拉回 拉回不會破低啊 它已經保留了 它已經一流了300點的空間出來 今天不是漲300點嗎 最高漲360點 所以明天以後再跌300點沒事啊 還是可以再季線啊 你歡迎它拉回 它不一定會拉回 但是歡迎它拉回 但是我也講過 你不能我們現在幾乎 我們現在是幾乎是確定說 這個地方低點是回測低點 可是國際股市的變動很大 我不敢保證100% 所以淡數還是一樣 假設或有一些利空的變數 你不要怕大盤跌 你也不要怕台積電跌 可以引起跌到我剛剛還講那個位置 都不會改變方向 那你這樣這樣得了 你現在今天直接上來 你就是表示說它是一個反轉的 它是幾乎是一個反轉成功的一個訊號 那你是不是要買股票 我昨天不是有預告 預告說這個股票要買 所以這個沒有漲 等漲的時候就不用講了 當初這個自然股票那時候都沒有在漲 我那時候一直在講說 像這種股票再怎麼樣都會漲 很多人在100塊還是一直打壓 打壓長榮你記得嗎 這沒有多久以前 一年多以前 那時候長榮得到100塊 市場裡面那些老師 很多人酸言酸語 那講話都多難聽 你記得嗎 現在又講得多好 你記得嗎 當初長榮得到100塊的時候 我憲哥沒有一個條例 那我是怎麼跟各位講的 對不對 公司有公司的基本價值嘛 了解嗎 所以今天台積電只是可惜沒有放量 所以大盤就沒有放量了 明天以後再補量的話就可以 這個是漲勢就會比較齊全一點 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節目線 楊同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投顾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第四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我先讲我们的动作 就是我们这个是两个涨停板 我们买进以后上个礼拜五涨停 昨天停一下今天又涨停 那我也预告说这个股票回撤可以买 然后我们今天有通知会员去买 这个很好买 他说买了几次 买了几次是你买的 我们早就卖掉了 我已经跟你讲这空手 这个卖掉以后跌下来的 卖在这里 强反弹卖掉的 这卖了好几次 这边也卖过一次 太久了我自己都忘记了 这卖掉以后 7月11号卖掉以后就跌下来 就没有再做了 没有再操作这一档 那我已经预告说这个 因为你看连这档股票都反弹起来的 这些股票都弹起来 他们会把它带上来 对不对 那你不用对它期待太高 这个对不对 我们可能赚个2、30% 我们就要绕跑了 这支援的部分 这做短线而已 你说旺达你不是说买买 对了我们今天买了 通知买了怎么没买 我们没可能买这 在平盘下很容易 还没涨啊 涨了就不用讲了啦 红海我们是没有动作啦 今天是没有动作 因为买广达跟买红海是一样的意思嘛 买一支就好了 那就要对吗 是不是 那最近不是009四年换股嘛 大换股嘛 5月换一次 11月换一次嘛 换15档 那很多人会对这些股票有兴趣 我想说要不要买 对不对 我认为你不要管它 管这个没有用啦 但是啊 买超这个 买超这个 这个呢 远东西呢 他卖给他的啊 他买不一定会涨啊 他卖不一定会跌啊 我现在讲解释给你看 这个是 这个是新的成分股加进去的啊 投信买外资一定会卖啊 投信买外资一定会卖啊 保证哦 这是交换的 都对外的啦 涨啊 那不一定会涨哦 我解释给你看 你看这个也是买这个卖对不对 这个都是加进来的 换股嘛 你看投信昨天是买 外资卖嘛 结果跌 今天也没有涨 所以所以你会说 看投信买 你就跟着买不对哦 不对 完全不对的观念 那是交换 那个还要配合市场里面 其他人的动作 还有市场的气氛 不一样哦 你不要乱来哦 投信买外资保证卖 投信买外资保证卖 一定的啦 你看最最终的 最近华航不是投信在买2万多张 外资卖3万张卖给他 这我早就讲过就是交换 台契银 他不是昨天买不少吗 你会想奇怪怎么外资 怎么投信突然间买这些股票 没有突然间他们在交换股票而已 没有突然间 这个都规定好了 还怎么突然间 文业也是一样 这是加进来的 这几档都15档 15档是投信 15档是这个成分股加进来的 那剔掉了 剔除掉了对不对 昨天不是很强的大成钢 投信卖外资买 你看昨天很强 你追上去你以后马上套牢 那这档股票呢 山羊工业对不对 投信卖 这个是被剔除掉外资买 今天是涨 所以没有一定 这一档贯得也是一样 贯得也是一样 2634 我是打给你看 这个是一个卖一个买 保证 这个是一定的 百分之一百 跑不了的 跑不了 这个都是 这几档都是 你自己看一下 所以我之前讲过 如果是换股的话 对不对 你就背起来 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起哄 没有用 那成分股 很多人说他什么成分股 你听听就好 那个都没有什么用 因为一定是一个买一个卖 交换 说好的 那都说好的 就跟MSCI那交换一样 一个买保证一个卖 两个不会同步 外资跟投信这两个大咖的 一定是 他们不是对作 他们是讲好的 说好的 那提外话 所以00940再换股 我是讲给我慧云 跟投资朋友 我的粉丝听 不要启放 那些股票 没有规定说会涨会跌 不要管它 除非你本来就有操作那些股票 你明白吗 你做我们 我说的这个股票就好了 所以说老师这不去 不要紧 这回撤你要等 你这回撤下来 你回撤下来等 你看价格对的时候 到时候再出手 我们今天先买这档 这支还没上档 台积电每天说 联花科回撤季线 是不是买点 出来了吗 是不是买点 很多股票回到季线 都是买点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有注意到 这一次都回到季线 有没有 你看不 它是接近季线 它是还没有到季线 最好是又跌个半根下来 就是出现买点 最好 因为它已经很接近了 所以我们就买这个 这支是 这两股票不是回这季线的问题 这两股票 我是预告说这两股票再怎么烂 它也会反弹 今天平盘下很好买 很好买 很简单 我有预告 你说这支 对不对 我们买在低点 上星期五涨停板 昨天开高走低没有关系 对不对 当充客很多 今天再涨停 两支涨停板 但是高利重股票很活泼 在操作上你要跟着我操作 因为这个很活泼 很有可能明天又继续大涨或是涨停 一支高费的个性就是这样 它本来就很 讲难听就是比较投机的股票 高利 高利跟双红 齐红 走是 虽然都是很活泼 可是高利更活泼 这我们常常在操作 我们非常清楚 但是你要先卖再买 你不能一直抱着 是啊 你了解我意思吗 交了好友Telegram 19008 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等就等这个时候嘛 大盘从高点跌下来 每一个都很害怕 昨天大家在唱衰说会崩盘 罵川普怎样怎样 川普是怎样呢 川普又没有怎样 川普最喜欢做股票 你一直讲川普怎样 什么川普当权就会跌 川普很喜欢做股票的耶 他当过总统我们都有经验啊 他就很喜欢做股票啊 所以川普当前才会大涨啊 你要这样想才对啊 你记得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股票不是一直涨吗 你还忘了嘛 怎么会忘了呢 才多久以前的事情啊 了解外遇是否 所以不要一直讲川普怎样嘛 看到那些人一直讲川普怎样 看得很讨厌耶 奇怪 一直讲川普怎样 说什么川普当前股票不会涨 会有事 利用这个时候回测的时候 赶快来买股票 你不需要要怎么操作股票 不需要怎么买来跟着我 那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年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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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